在40年代 海山控制 改變了很多創工家庭的滅溫 那個爆炸威力實在是太恐怖了 從所有山斜坑的坑道 全部被塌陷了 對 全面塌陷 如果我們去救人的時候 都已經走在那個 路盤上方的位置 並行走 上面幾乎都沒有支架了 隨時都有危險的坦塌的可能 40年後 他們想要讓海山的歷史中現 讓大家來了解 40年過去 很多礦工的家庭 他們的後代 甚至遺孫 甚至是礦工本人 都還是在貧困當中掙扎 哇 那個樹 有一棵樹可以這麼龐大 然後那個盤根錯節 然後這麼多的這個氣根 長成一片樹林 覺得真的很像會吃人的感覺 一片青春日本棟圍 偷偷路裡面出現的柱子 過去就是海山每空的三桶梯 而美祖的通工 林阿町 也有夫人大學社會和教授 八百分的阿嬤 都在海山每空做室 這邊的檢陽區有差不多 可以深入到1500公尺的地理下 把那個重車拉上來 它有三百馬力的那個動力 天車已經讓人搬走 既房變成坑一坑 整個土坑也已經變成柱子 不過林阿町對這裡的佩地 有關係記者很清楚 林阿町在1977年開始在這裡做室 一直到1980年 六月二十 空災改變林阿町 也有剩餘的命運 爆炸那一天 我就那天早上 我從這邊進去 到爆炸的時候 發生爆炸的時候 我也是從這邊逃出來 佩地的地點 發現一個海山每空 建安主客桌的第三車桌 十三匹桌至十五匹桌之間 有台車出進去 他們起火車造成佩地 林阿町那時候在另外一個桌桌 他會記著 自己撒最好一台擋車之後 就要下班了 不過隨便一遍 它會感到不快 那個爆炸威力實在是太恐怖了 從十二有的三斜坑的那個坑 都全部被塌陷了 對 全面塌陷 如果我們去救人的時候 都已經走在那個 落盤上方那個位置那邊行走 上面幾乎都沒有支架了 隨時都有危險的坍塌的權利 林阿町雖然得過四夾 不過他的親人跟族人 所以有很多人不幸貴心 三斜坑那邊爆炸 有很多我自己的親人 包括我的姐夫 我太太的弟弟 還有我的表哥 我們部落裡面有八位 對別婚的阿嬤 也對那些的控制印象很親 有很多人是去救護船 博物 博士 否則是貸死的 所以上菜的死體是 沒有說全死 有一些 事塊都流在裡面 所以 其實我媽媽在外面 在汹水的時候 她就是去拿那個 滾空來汹水 他就是說那些都全炒的 廣告都炒的 因為裡面有夾到那些 死去的橄欖的濕塊在裡面 日空一數年 海山控災四十七年 地畢婚到一頂東方 想要讓大家更在看見 很久以前的一段歷史 他們基本對蘇暗會 跟一頂的演講 也有四個早上找那頓的廣告來訪問 希望能夠完整來聽見這段歷史 想邀請賴清德總統來參加這個晚會 因為他是關公之子嘛 然後... 廣告裡面有很多是對蘭波來的關注民 他們到達他有關係 住在海山每孔是酒餵 甚至他又有自己開墾菜館 喝阿町帶來分來拜訪這些廣告 說到那頂空災救災狀況 我們在酒餵當中沒有噴過 你吃幾次 兩次 差不多是這樣 山道... 我的話山東那邊我們比較多次 對 我在海山本框這邊的話就兩次 然後後來親... 把我們自己的親屬帶回家 買帳買款處理完 反而我們又回來 那時候還沒有完全把離難者去救完 後面的救援是比較困難 他們大部分都是被買起來的 火星博在第三天 念阿町跟吉泰擦擦擦 讓人安排進去救人 一組三人混合幾乳組 做火進去擦擦 我們進去的時候 公司都會發一個絲帶給我們 對 然後有一個 竹編制的一個 像船型的竹編制的一個籃子 這些抓到大堤後 裝在那個袋子裡 裝絲帶 然後放在那個竹編的籃子 然後放個繩子用蠟的 如今那時候 發生薄財的機靠已經尾起來了 只有老闆 稍稍的紀念比來記錄這件事 總共有七十四的兄弟 貴姓 這大概佔海山的礦工的 人數十分之一 其實我們政府都沒有 做什麼紀念的碑文都沒有 所以海山的一些兄弟 他們自己覺得要紀念貴姓的人 所以他們自己用自己的力量 來蓋礦工修行者之位 紀念海山這個七十四位 犧牲的礦工的英靈 我想我們先 大家先默念一秒一分鐘好不好 我們先默念一下 這個電燈 電出很多海山每空 拖工的照片 都是來自立燈書 自建現的作品 希望藉著這些照片到大堤 可以讓社會更加人罰這段 無名的英雄 那個時候呢 礦工修下坑有四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先到 把第二天我要做的那些工具 先磨力 去把你第二天要用的十字稿 還有鑽鑽鑽鑽石壁的 把它磨尖磨力 所以那天剛好 他在抽菸有菸 經過很多檔 主建現想要知道這些商品 裡面的拖工 陌生的狀況 他四處去找找 讓他協會的拖工 奉募 將他們跟家人的作品 誰做錯 他有找到很多檔情 立正接方便的主角 那個時候讓人看到印象真親 主角的家人 也是海山空災的受難者 他們有死的兄弟 接客做工作 所以有兩個人不幸貴心 空災的問題是最危險的 空暴的就是煤塵爆炸 因為每天在爆炸的時候 通常在爆炸的時候 跟普通拉屬的爆炸 或是大家做的炸油的爆炸 都不一樣 每天在爆炸的時候 是連續訓練 只要有煤塵的地方 它就一直爆炸 一直爆炸 反而它又大 一直爆炸 在主建行的訪問當中 發現拖工不是只有來自當保 也有對萬利器的工人 每天兩台遊覽車 將他們載到海山空災工 兩台遊覽車 載到海山空災工 結果 我都沒有載到他們 在山海 完全都在車 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海山 結果 第二天 遊覽車 晚上空災工 第二天遊覽車 載到那裡 載到那裡 遊覽車載家屬來 現在四十年過去了 拖工跟家屬 遊覽車為了 控制和工商的補充 保障礙工人權 保障礦工人權 公佈礦災真相 公佈礦災真相 1970到85年之間 礦工的死亡人數高達一千兩百人 平均每八天就會發生一個事故 每年過世的人超過八十人 那當時這個採礦的這個方式 博芬老師說這根本就是一個寫煤礦 特別分之出 1980年的三大空災 分別是海山 梅山 到海域空災 管款有夠誤 有這麼多 所以是給民間的基金回來管理 六月才轉讓 新北市社會局來接管 不過所有沒辦法交代 上市的正款是怎麼運用 雖然他們拖工的家屬不去控制 不過所有沒得到回應 那這五億的錢 到底怎麼花 這個部分其實一直是黑箱作業 一直到監察院開始調查 覺得納悶的點是 這個礦災的這個善款 是由一個各個礦災的 災變基金管理委員會來管理 那管理委員會的組成 梅山拿到2.9億的錢 但是他的這個 災變基金管理委員會 卻沒有梅山的事業主 跟梅山罹難礦工的代表 在在暖空做工作 還很多暖空遞到山火 因為山火是萬聖一倍 大部分都是離開暖空以後 很多人才會發作 一直到1995年 經過環節控制 那當中的衛星室 只將山火帶進去 中大上班給他們補充 不過這個新清的過程 也是面對到很多困難 環工常年在空氣混沌的康律裡面 好生活 所以很大概率的都會得到 這個會承受這個疾病 但是呢 我們得到這個疾病的時候 很想要去申請這個 這個實在的一個輔助金 非常的困難 幾乎在我所知道的 沒有人能夠 兄弟的申請得到這種 那是廣工想要去申請補助 甚至還會去土地 努補任務的百姓 他說可以跟廣工 到申請這才的補助 有一個抽頭就要抽到六七聲 這個阿丁收到的那個電話是 有三七分有四六分的 但是勞保的黃牛拿的是 七或六 礦工拿的是三或四 那這所謂不成比例 是這樣的不成比例 勞動部然後衛務部 如果有需要我們這邊來提供 這些礦工的相關的認證 或者相關的資料的提供 那我們也都會 非常樂意的來協助 那當時 廣工的副執人 安全主管 依賞博士和機關的政辦負行 發生很多次控制之後 政府才開始嚴格地執行 廣工的安全規定和檢查 讓環境不良的廣工 慢慢的體調 從74年到83年 這個評鑑 就是台灣地區的 煤礦調查評鑑小組 總共進行了四次的調查評鑑 那經過這幾個 評鑑的這樣的執行 那也漸漸把一些 這一個比較開採 條件比較差的 那比較有可能發生 這一個開採危險的 這些礦場就慢慢的結束營業 如今 雖然台灣的廣工 已經停止開採 不過過去的傷害 有關沉沉 影響到廣工到廣工 沒有戴老師做的這個事情 很有意義 文化大學的社會系叫做